谭虚法词为我们说的修复诗 这是哈尔滨基罗诗建成的时候 谭虚开戒 请地先老和尚做戒和尚 那个时候戒期是53天 还很如法这些大德长者 他们来主持法会 有一个修务师到这边来做一共 来讨一份工作 定习法师问他你能做什么 他说我愿意照顾病人 戒期当中有生病 感冒的伤风这些 需要人照顾 他来讨这个工作 就让他做这个事情 住了十几天 他来告假 谭虚老有需要 不计较 来欢迎你 走 也可以 没有障碍 定习 看到心里就不高兴 就资备他 出家人 怎么没有道歉 没有耐心 53天都熬不过去 怎么来了几天相处 他就告诉 两位老法师 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 我往生极乐世界 这两个人一天的时候 日之时之 对他就特别尊重 他要一个房间 要一个疗房 要准备 两倍筋 辟柴 给他活化用 问他几天 不出十天 到第二天又来 跟老后人说 我明天就走 积极给他准备 这个人 没出家之前 是坐泥水浆 不认识字 没念过 出家之后 在寺庙里头 修苦心 寺庙里头 没有人干的 粗糊 他统统干 他就是一句佛号 南无阿弥陀佛 不中断 跟过了讲一样 真的是念累了休息 休息好在你 无分之夜 一句佛号 第二天 走的时候 他要求 要几位同学 念佛送他往上 当然大家欢喜 就由十几二十个人 来送他 走的时候 真叫干净利落 那么有生病吗 坐在柴堆上火化 走了就火化了 就点火 旁边人问他了 休息了 古人族的时候 都留几首记 留几首诗 给我们做个纪念 他说你也不能例外 他说我是老粗 不认识字 我也不会做记 我也不会做事 不过我有一句老实话 告诉大家 给大家做个纪念 能说不能行 不是真智慧 说这么一句话 真的 听老实的 能说 做不到 不是真 假的 留了这句话 那火烧 留下的实力 都保存在 基罗斯 第一线法师 来了的时候 看到 非常赞叹 向大家说 这是我们 出家人的 好朋友 真诚就留 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去做佛去了 极乐世界 有这样殊胜的 表发 值得大家学习 没有往生之情 没有人认识他 也没有人 瞧得起他 是寺庙里 这个做 粗货的 出家人 走到这样的 殊胜 这个故事 也是记载在 引诚回忆录里 弹牢 弹牢 常常引用他们 勉励我们念佛的同学 好榜样 还有 在家 在家居死 功夫 不亚于 出家人 走的时候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说走就走 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 这也就是 我们下令 走 声明 听発表 词